女人惊恐地盯着前方 角落里竟隐藏着一只巨大的庞然大雾 它就是一只被隐身手偷偷照顾着的鸟舌宝 男人刚想伸手去触碰这只庞然大雾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要发生了 身后的女人在走上前十 不小心踢到了地上的一个铃铛 突如其来的响声惊吓到了眼前的怪物 她开始不受控制地迅速闻大起 男人赶忙让众人寻找两样东西 此时的怪物还在不断长大 巨大的身躯直接冲破了整个房子的屋 但是怪物依旧还是无法控制生长速度 危机时刻 大胖转头看到有蟑螂爬出 他们赶紧根据男人的指示去全力抓捕蟑螂 几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紧接着在大胖的奋力一扑而下 这才抓住一只幸运的小条 而女人那边也如愿找到了一只巢 此时的怪物已经大到把整栋房子撑了 而他却鬼一般地突然停了下来 意识不妙的猴哥赶紧引身溜走 此时的怪物正死死地盯着大胖手动的小乔 大胖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孽 这要是冲过来不得连他一起吞 大胖也不敢废话 赶紧瞅准机会将小乔往女人那边扔去 怪物见状也跟着冲了过去 女人赶紧端着茶壶跑过去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力迅速接住掉落的小乔 暴躁的怪物同飞到半户 紧接着尽快速的一头扎向茶壶 在降落的过程中 他的身体迅速变小 然后快速冲入了茶壶里 原来男人正式利用了怪物 能够根据空间大小而改变形态大小的特性 将他成功困在了体积狭小的茶壶里